这一刻,无论你身在何处,总有一种回忆引导心间。 记忆中那道温暖的身影,记忆中那股熟悉的味道。 2018年7月31日起,每周二晚9点15分, 老家的味道品味美食中的香愁与感动。 他们散布在中原的各个地方,他们为人们提供充足的肉类和蛋类供应。 中原人的餐桌上又会出现哪些美味佳肴。 今晚9点15分,老家的味道知美味的佳琴。 十里不同阴,百里不同俗,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饮食文化。 比如说在河南的固市县,人们爱吃各式各样美味的鹅块。 而在光山县,人们爱喝各式各样鲜美的鸭汤。 在齐县,有一种看似普通的鸭蛋,煮熟之后打开, 会发现红黄香尖犹如蝉丝一般。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老家的味道知美味的佳琴。 人们养殖佳琴的历史已有好几千年。 在中原地区,依据各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分布着不同的鸡、鸭、鹅等佳琴的养殖。 他们为人们提供充足的肉类和蛋的供应。 他们是难得的佳品,也是当地人餐桌上难忘的家乡美味。 才可以放牧。 这个鹅还是有一点神的,头发重来了,延坏。 受伤或先天残疾的小鹅需要悉心照料。 这些幼小的鹅苗才能茁壮成长。 故史白鹅是经过长期人工选育和自然驯化而形成的地方优良鹅种, 具有适应性强、逆时力强、耐寒耐热的特点。 早在隋朝时期,故史鹅和金华火腿就同时驰鸣中外。 48岁的王应复是故史县分水亭乡王堂村人。 因自幼感额的经历,对家乡的原品种白鹅有着特殊的情愫。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史白鹅已经濒临灭绝。 2008年,王应复回到家乡,从各村各户手里高价回收白鹅一百多只, 开始培育白鹅种苗,打算投身于此,大干一场, 却遭到父亲的无情反对。 天天操,他说这个羊鹅不整钱,这个行业。 下午内,这位老板和听起来, 王颠老板和听起来。 这位老板和听起来, 老板和听起来, 我一样的头状态王, 他说这个说话是男人的、 这位老板和听起来。 我说女人的男人和听起来。 你或许女人和听起来。 这位老板和听起来。 这位老板和听起来, 愁也受到较少了, 这位老板和听起来自伙伟的游牧人生活。 换个饿, 走到哪儿, 放在哪儿, 自己烧饭, 没绕碰个财喇叉 就是最低的也是两百多天 那是没办法 只有我一个人干 游牧的生活 意味着每天和一群鹅同吃同住 以外生活不但孤苦无一 而且危险性极高 去年一次放鹅途中 王应富不幸遭遇车祸 导致胸骨病骨骨折 至今还在康复中 虽然遭遇各种挫折 王应富并未气馁 他多方咨询专家 学习养殖技术 如今事业蒸蒸日上 而王应富也成了 当地小有名气的鹅官 曾经遭遇过的苦难 和清淡辛苦的生活 让王应富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通常在回家的当天 王应富会亲自下厨 用初养成的商品鹅做一桌真羞美味 邀请工人一起分享 故事鹅 因其天然野生的养殖条件 使得鹅肉更富含纤维 味道更香 同时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是滋补养生的上乘佳品 故事鹅快 是新阳地区有名的一道特色菜 首先 凉水下锅煮鹅 待锅里冒热器时 将鹅翻滚并加入生姜 一小时后 汤汁熬制成金黄色时捞出 将鹅肉切块备用 热锅倒油 葱姜蒜爆香 加入刚刚熬制的高汤 大火烧开 将汤汁浇在备用的鹅块上 散发出的香味浓烈西人 烹饪出的菜品肉质肥嫩 汤汁鲜美 信仰 人们不但喜欢鹅肉 还广泛地饲养和食用麻鸭 这是一种在我国分布最广 数量最多的原产加压 它肉质细嫩 肉味鲜美 同时又驱寒厨师 是我国滋补养生 传统食疗的美味佳品 潘斗季55岁 光山县春树港村 赫赫有名的司令员 掌管统领着 一万五千名特殊的士兵 不停火 来了不停火 早上起来 那层塑的地 我们四个人都跟不上那 将麻鸭赶到收割完的稻田里 让他们自由觅食 是潘斗季独创的 麻鸭野外散阳网 这种方法 攀斗季已坚持了八年 在岛田里泡了以后 它体质好 相当地够 又是转眼的 它体质是超 中秋节 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大家习惯在这天 吃月饼 以庆祝和家团圆 但光山人却执着地选择 扁嘴子炖汤圆 作为他们最好的食物 扁嘴子就是麻鸭 这是光山人的叫法 咱的地方是光山人都喜欢吃 小孩也喜欢抢到吃嘛 沸水汆烫 除血净杂 热油爆炒 瞬间的高温锁住鸭肉的鲜嫩和汁液 生姜切片提鲜去腥 炒至焦黄 加入高汤 温火慢炖 水磨糯米面 加水 揉至成形 分段搓圆 成为 无馅汤圆 野外散养 需要频繁地迁移场地 才能保证麻鸭食物的充足 三个月来 攀斗器和帮手的足迹 以遍布光山大大小小的稻田 池塘 风餐露宿 煮水而居 考验的是他们的体力和耐力 整理的时候 啥感觉的 我们穿着衣服 到的地方是可以睡多了 在热在门 下热 过过如意 躺躺都可以睡了 舒服 那儿才叫睡得笑 早上五点 麻鸭开始躁动起来 鸡肠鹿鹿的他们 迫切向上岸觅食 但天色未亮 麻鸭极易走散丢失 攀斗器和帮手 必须全力阻止 超猛的 超猛的 超快的 害怕它跑 有狗子啊 有帽子啊 就给它俩眉了 今天是周日 已经十五天 没有回家的攀斗器 等来了送换洗衣服的妻子 不安适适的孙子孙女 对这里的一切 充满了新鲜感 小爪子 而妻子却一刻都不停歇 她要进最快的速度 我也还没顾得上 吃早饭的攀斗器 做一顿午饭 孙子孙女对搓汤圆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两人玩得乐此不疲 鸭汤炖开 水花搬滚 是下汤圆的时刻 大火盟煮 让汤圆和鸭汤快速交融 在小火慢微 这是香末软滑的汤圆 最大程度地吸收了鸭汤的醇香 既鲜美爽口 有温和滋补 妻子知道攀斗器的喜好 下酒菜是必不可少的 带肉香米香 在帐篷里弥漫开来 吃饭的时间就到了 一顿大餐 让攀斗器和帮手 忘却了半天的劳力 两个孩子更是吃得不亦乐乎 一年中 攀斗器外出养鸭子 仅十个月的时间 风雨兼程奔波劳碌 只为了给妻子和孩子们 换来安稳的生活 看出很累 像在别人 十不算累 你挣到枪都不累 挣到枪都累 超快超快 从南方到北方 鸭蛋是人们餐桌上 经常出现的美味 但是有一种鸭蛋 煮熟后 它的横截面红黄相间 如同蝉丝版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呢 齐河的春天 比周边地区的春意更浓一些 这是一条古老的河流 已经有近五千年的历史 这里常年水温在19摄氏度左右 适宜的水温 正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美味 当地人称它为 蝉丝鸭蛋 五十岁的葛金城 为了寻找这种熟悉的味道 在齐河边养了二十多只鸭子 从外形上看 蝉丝鸭蛋和普通的鸭蛋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蝉丝鸭蛋的奥妙 在其内部 用棉线将煮熟后的蝉丝鸭蛋切开 红黄相间的色环便呈现出来 如缠绕的丝团 顾名蝉丝鸭蛋 清晨 葛金城的母亲 开始为腌制蝉丝鸭蛋做准备 清洗后的蝉丝鸭蛋 要在阳光下自然风干 防止腌制的过程中发生变质 要选用粘性较强的黄泥 与齐河水搅拌均匀 根据自家口味 放入不同比例的食盐 味道的平衡 则全在手上的纳捏 草木灰 是使腌制的蝉丝鸭蛋 能够产生杀性的关键 一场化学与时间的持久战即将开始 鸭蛋在蜜蜂的坛子里沉睡 美味正在悄悄地发生转化 葛金城要用最新鲜的河虾 为朋友做一道自己的拿手菜 剩余的河虾和小鱼成为鸭子们饱餐一顿的美味 菜的配料里自然少不了蝉丝鸭蛋 啤酒的加入可以去除河虾的腥味 蝉丝鸭蛋则使各种配料融合在一起 幻化出另一种滋味 这是葛金城独创的配方 油炒 使蝉丝鸭蛋变得嫩黄鲜香 河虾肉质红润饱满 几滴香油的加入 标志着一道家常美味 河虾炒蝉丝鸭蛋即将完成 一个月前腌制的蝉丝鸭蛋 成为绝好的下酒菜 面料到蝉丝鸭蛋 平均 两天 富生 一分 уд 美丝鸭蛋 ades 一血 如果说鹅块是故事的特色 麻鸭是光山人的最爱 蝉丝鸭蛋是旗县的特产 那么卢士基则是三门侠人的骄傲 三门侠卢士县 地处秦岭东端 以雄尔山回分水岭 北属黄河流域 南围长江流域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使卢士县成为动植物资源的宝库 茂密的山林中 生活着一种独特的情类 卢士基 这些鸡肉整天就上山吃 他就把鸡蛋倒出地丢到山上 天天就得来走 王来宏每天这个时候 都要在山上转一圈 看看有没有一些调皮的鸡 把自己的蛋忘在了山上 而这些鸡有一个可爱的名字 我们农村人都称这些鸡叫鸡蛋鸡 一般它自己就不会到窝里边下 就在山上 卢士鸡属于河南三大地方两种鸡之一 是适合山地放养的古老鸡种 山坡上的鸡舍 给自由散漫的卢士鸡 提供了休息的场所 后面的整座山 都是他们的天地 我想呢 其实他人人 每天我穿上那个火衣 进去他不叫 他不难跑 要是送人进去 他就开始到处难飞 看着直叫 卢士鸡在山上生活 吃的是草本植物 下的蛋也变成了绿颗蛋 绿颗蛋被誉为鸡蛋中的人参 蛋黄占全蛋的35% 具有高锡 高心 高点 低胆固醇的特点 即使生活艰辛 王莱宏还是会在儿子 放学回家的这一天 做一桌美味的饭菜 做菜之前 把所需的食材备足 是王莱宏的习惯 熟练的刀工 意味着厨房是他的天地 做一份鲜美的鸡汤 必不可少的是调料的搭配 加一小火慢慢熬制 属于土鸡特有的鸡汤之油中 飘散开来 红枣的香甜中 混合着鸡肉独特的味道 味浓香醇 在王莱宏的心里 一顿美味的饭菜 自然少不了最本土的绿壳蛋 绿壳蛋 以其丰富的营养价值 而广受欢迎 金黄的蛋液非常粘稠 入锅的瞬间 油与蛋的完美结合 将它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金灿灿的颜色 酥软的口感 已经让人垂涎欲滴 一口下肚 浓郁的清香在口中弥漫 他们散布在中原的各个地方 他们为人们提供充足的 肉类和蛋类供应 中原人的餐桌上 又会出现哪些美味佳肴 咱的地方吃 逛上的都喜欢吃 小孩也喜欢 即晚9点15分 老家的味道 之美味的家禽 在河南 三门侠卢氏鸡 信阳故事鸡 驻马店正阳三黄鸡 被称为河南三大鸣鸡 人们因地制宜 用它们改善生活 实现自己的梦想 平顶山叶县的一个小山村 略显荒芜的山坡上 生活着一群独特的情类 柴鸡 而它的主人徐广亮 每天都会游走于山坡的各个角落 只为捡回这些鸡所下的蛋 每天都要捡 因为这个鸡子它是山羊的 山羊的这后 它会出现是来回饭 每年到这个春秋季节 鸡子它带出鸡味 都回来又我又我了 回来好久我去 爸 这还有呢 慢点慢点 柴鸡起源已久 活鸡鲜蛋 明清时期 曾被作为宫廷贡品 柴鸡蛋 蛋黄呈鲜红色 以优质 美味 营养 滋补而闻名 有王牌鸡蛋之称 在孩子们的眼里 煮熟的鸡蛋 是他们口中的美食 在养殖方面 如今 徐广亮也是一位行家 他希望能够建立 属于自己的天然养殖区 形成一个循环生态链的模式 去发展壮大养殖业 说起自己的未来规划 徐广亮脸上的自信与骄傲 异于言表 黄山那边呢 又专门种成木槽 集的这个宿舍啊 最后了之后 打算是搞成一栋化的 一栋化了之后 一天落一个地方 让集份养木槽 木槽来养集 打算是这样做 现在是 唯一是种了很多很多木槽 忙碌的一天结束后 徐广亮想为家人 准备一桌美味的饭菜 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 徐广亮对吃颇有研究 为了保证食材的鲜嫩卑美 现场开启了抓鸡模式 柴鸡味干 咸 性品 由补干肾 以精气 风肌肤质功效 肉质细嫩 属于极佳食材 锅里倒入适量的油 加入葱姜蒜 配以大料爆香 将焯好的鸡肉 烧精翻炒 以便于鸡肉吸收更多的香汁 加水烧闷 烧汁以后烹出的菜品 色泽鲜亮 肉质细嫩 滋味鲜美 香气四溢 柴鸡 以肉美汤鲜 风味独特 营养丰富的优良特性 而久付圣灵 具有抗衰老 增强免疫力 改善心脑血管 促进智力发育的滋补成效 调料的搭配 是熬上一锅鲜美鸡汤的独家秘诀 汤汁熬至浓稠 肥嫩的肉质 浓香的汤汁 泛着点点油光 隐隐带着一股鸡肉的独特香味 让人回味无穷 不止在狱中地区的平顶山 在狱南的信仰 山野中散养的柴鸡 也是人们公认的上好食材 柴鸡所下的土鸡蛋 更是公认的美味佳品 信仰故事锁口村 一个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小村落 中年在山栏蒸腾中苏醒 早晨的云雾还未散去 李海航已经为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准备好了早饭 这样的事情 他已经坚持了一年多 它跟那羊子的鸡蛋都吃得不一样 鸡也不一样 我们这味道的蛋黄是红亮亮的 笨鸡蛋有名土鸡蛋 源自山林中散养鸡所下的鸡蛋 蛋壳坚固 个头较小 有着更高的营养价值 在天然的养鸡场里 野生竹子与长绿阔叶林形成的混胶林 为笨鸡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李海航与妻子在山头上放养着四千多只鸡 一天需要喂五代稻骨 一年以来 李海航一直都负担着巨大的压力 他每天必须准时喂 丝毫不能怠慢 因为再过两个月 母鸡就能下蛋 那将会是他们夫妻两人 辛苦劳作后的第一份回报 我记性他性格好 老门老虎的 各种城市的人都是老门老虎的 城市 他天天跟我说笑话 他跟我老板 他给我打鼓 带老板干什么活 你看干什么干什么活 比如说那就是我干啥事了 要是买什么东西 买走了 他学他人买做 他哄我 哄我其实他买走了 警官要朝队了 过了命啊 他就拿拿拿自己带 然后他拿下不给他做了 在机场的旁边 李海航种有一片稻田 等到秋季丰收了 李海航会将稻谷全部用来喂鸡 干嘛五六十岁了 这种活做不到 几十活的没工化 干什么都不用 现在我最后我想了 养这个土鸡子 没得这个鸡中子 我在下墙收鸡蛋 十家八家二十家 好别的家 收了以后 送着人来活发上去 累人可累人 我长那么大都没有累过这么狠 到牢了身体 都不已经在重活 我都不叫他干 有时在机场 大午困难我不跟他睡 我出去借 钱 我在机场睡 睡不着 掉眼泪 苦了好奇葬 他不知道 在海拔一千多米的西九华山上 充足的光照和降水量 造就了信阳毛间生长的最佳场地 茶叶蛋 烧热的水里放入胡椒毛间 大火焖煮十分钟即可 做法简单 戴春蓉经常做茶叶蛋 因为这是李海航最爱的食物 不喜欢吃 但获得吃最好 十月的西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顿 简朴而丰饶的山间美味 也是专属离海航一家的美味 这老板都是甩甩笑话 天天跟我甩笑话 跟我老板 他给我打鼓 孩子干事干好了 他都说是我的成绩 人以为都是笨笨勃勃 最困难的时候 你得刻苦 你都得自己干 虽然是潮心做机 但是它自由 生活是快乐 不同于山野美味的简单朴素 也不同于信仰地区人们常用的长时间炖煮的方式 激发出食材的鲜美 不是蒸 也不是炒 在南洋镇平 这里的人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将普普通通的鸡肉 做成了让人回味无穷的美食 猴扇浦 55岁 猴记烧鸡的第三代传人 每天早上5点 猴扇浦都会准时出现在鲁锅前 16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烧鸡计开始 今天的猴扇浦已与猴记烧鸡相伴整整39年 要保证一天200只的烧鸡供应量 对他来说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上个世纪40年代 为了躲避战乱 猴扇浦的父母从山东德州逃难至南洋镇平 并在此落户生根 而让他们得以在艰难岁月中平安度过的 正是猴家祖传的烧鸡手艺 对于猴扇浦来说 做烧鸡虽然已经轻车熟路 但每一次他都不敢懈怠 这关乎着猴氏家族的百年生育 无论古今 亦或南北 对于鸡的做法和食用 似乎是千百年来埋藏于中国人味蕾中永恒的基因密码 兼容并蓄 其胃无穷 每一种烹饪都能疗味垂涎欲滴的嘴 满足熬熬待补的胃 将退净的生肌均匀地抹上一层蜂蜜 是猴记独创的上色记忆 这也是猴扇浦记忆中 卤制烧鸡前最重要的步骤 一百六十度的热油 五分钟的烹炸 在油温的作用下 蜂蜜式烧鸡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经过这大温油 它这个风烫都进入了皮里面 你走再高它这皮都添测 唱戏的腔 厨师的汤 这是猴扇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汤的重要性 使乳成为烧鸡制作中最关键的环节 每次开始之前 猴扇浦都会举行一次上香仪式 他坚定地认为 父母的庇佑一定能使猴记烧鸡 炉火不灭 纯香米酒 循环使用的百年老乳汤 和一定比例的新鲜卤料相互搭配 才能熬出烧鸡肥而不腻 外香里嫩的口感 卤料是猴记的秘方所在 相传 此秘方来自于宫廷玉厨的传授 对于卤料的配置 如今只有猴扇浦一人知晓 三十余种香料 配比需要分毫不差 才能保证烧鸡的味道始终如一 每一种香料的剂量 多一分则过 少一分则欠 想要恰到好处 除了牢记于新的配方 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专注 只有三羊一年半以上的走地鸡 鸡肉才具备寝质鲜美的口感 对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要求的喉扇铺 一直坚持亲自下乡收鸡 多年的经验 让它不需要解除任何工具 仅靠双手就能预估一只鸡的重量 这有个三斤 经过三个小时的小火慢熬 这批烧鸡的卤制已大功告成 卤好的烧鸡色泽鲜艳 异香扑鼻 酥软鲜嫩肥而不腻 从视觉和味觉上共同挑逗着食客的味蕾 让无数的食客慕名而来 欲罢不能 而断金鲤骨 皮甜肉香 不仅是判断烧鸡成功与否的标准 更是猴祭烧鸡配方的秘密所在 今天的猴祭烧鸡是猴扇铺最大的骄傲 闲暇时猴扇铺最喜欢给女儿讲述过去的事儿 她坚信 让后代牢记猴祭一路以来的艰辛历程 他们才懂得感恩如今的生活 守住猴祭的百年手艺 鸡肉 一种再平常不过的食材 却通过河南人的一双翘手 变化为花样众多回味无穷的美味 不同于镇平侯祭烧鸡的皮甜肉香 在玉西松县 王继烧鸡将它演绎成了另一种精彩 松县县城有一家起源于清朝末年的烧鸡店 在这所山城飘香百余年 深受当地人喜爱 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店 平日里一天能卖出四五百只烧鸡 过年时一天能有三千多只的销量 王建孝 王继烧鸡的第四代传承人 从十五岁起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烧鸡 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了 反正一个好吃的东西吧 吃就是你的好 你的菜是好 吃就是你的下 你那都生存不下去 也比方说百年一年都生存不下去 王建孝的儿子王淑林 是闻着自家烧鸡的香味长大的 从小就对祖传的烧鸡记忆感兴趣 但王建孝觉得读书更为重要 让他大学毕业 才决定是否要学习这本手艺 烧鸡的选材极为严格 必须选用生长一年半到两年的爬树鸡 这样经过严格挑选的鸡制成的烧鸡 肉汁最好 瘦而不柴 软而不烂 松险爬树鸡因白天在林间散步 夜晚在树枝上栖息而得名 爬树鸡肌肉结实 富含蛋白质 微量元素 具有食疗和保健功能 用来制作烧鸡最为合适 要想烧鸡香 秘方加老汤 老汤就是煮鸡的陈汤 每煮一锅鸡必须加上头锅的老汤 如此沿袭 汤越老越好 用来制作烧鸡的配方是绝对机密 每代只传一人 王树林继的小时候 父亲每次进配料间都神神秘秘的 配料间每一打开都飘出一股香里 太香了 王继烧鸡的制作工序极为讲究 鸡的上半身先入锅 沿着锅边一圈一圈的绕到中间 这种传统的加工技艺 使王继烧鸡的美味达到极致 柴火式香料完全进入鸡肉中 鸡身色泽鲜亮 鸡味浓郁鲜美 片鸡也是独家的祖传手艺 一只烧鸡片成16块 每一块连皮带肉不能露出骨头 这不仅要有熟练的刀工 还必须对鸡的骨骼结构了如指掌 这种烧鸡肉都是你夜面就多快出去 周杰传想了 快出去的那都是烧鸡楼鸡蛋 烧鸡楼鸡蛋 烧鸡楼鸡蛋 整天都是这样 周杰传想到晚上 祖辈们背着烧鸡篮子 沿城里的大街小巷高声叫卖 一声声清脆的叫卖声 回荡在小城的上空 发展至如今的店面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台阶 它们是普通的食材 人们将它们烹饪成餐桌上各种的美味佳品 它们也是人们的梦想和希望 风餐露宿 历经艰辛 仍无怨无悔 只是为了家人能够风衣足食 这也是中国人秉持千年的生存之道 鲜美的鹅块和鸭汤 皮甜肉香的王记烧鸡 色泽鲜亮的猴记烧鸡 鸡鸭鸭 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 在中原人的手中变换出各种诱人的美味 也是生活当中幸福的味道 感谢您收看本期老家的味道 我是文科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感谢新浪新闻客户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